當西班牙人遇見虱目魚 呃 大家別誤會 這不是兩個男生 舔雷溝動地火 而是西班牙廚師第一次 吃到虱目魚的表情 在台南這家新開的 西班牙餐館裡 竟然看得到虱目魚 烏魚子 紅蟳這些 台灣的在地食材 真想看看他們怎麼 跟西班牙的滋味融合在一起 我會想他第一次吃到虱目魚的感覺 沒有 我喜歡 沒有 實在是很喜歡吃的 吃的雞肉 整個混合 跟雞拉丁 是很喜歡的 啊 他說 像一種雞肉的雞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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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用雞肉的雞肉 一種雞肉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看見西班牙的雞肉 沒想到我們的牛奶魚 居然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而且還有其他驚喜喔 其實烏魚子 烘蛋這個創意 是想要把蛋和蛋的結合 其實結合之後 其實出來的效果是 還蠻理想的 吃紅薰烤飯的話 其實它最主要的想法是來自於 台南的名菜 名薰米糕 做法上的話 其實就是跟西班牙的海鮮烤飯 是一樣的做法 因為我們想要把西班牙菜的 一個風味 沒想到這麼台的食材 居然也能夠變得這麼有南歐風味 我們台客要出頭天囉